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層单身人士 如果租楼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跑了几十间地产公司 他们又要收佣 又要收多一些按金 我们都是找不到 为什么呢 他们是那些 好像那些近房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一有那些盘 大部分一出来已经被人租了 就是被人租了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这里 是想租那些便宜的地方 又租不到 想租贵的地方 经济轮地又不行 我们现在的条件 根本就是不需要什么电梯 最早好像唐楼七八楼走上去都没有所谓 现在都很难租到 你好像一般那些近房 1600、1500 你好像在新水埗都很难找到 因为有那些近房 1500、1600之间的房 都很快被人租了 我呢 这十几天都在租房 我又见过很多房 有些两房一厅 四千多元的 有些套房就有四千元至二千五百元之间的 但是呢 就有些 好像最低那些 千山 千二千山 千五都有找过 我现在住的地方 就一千二百多 起码就买张床 放个电视机啊 放个桌子 都可以摆到 我现在再出去找呢 一千三百元 只是摆张床 整个人呢 就没得动的 在房间 只不过能躺就不能动 是根本上就很离谱 就是好像 现在你找一千三百元那些 我们在新水埗 已经算便宜租的地方了 都更艰难 一个人 就是住都住不了 千五元那些 说就说 有窗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窗口 都要千五元 千五元呢 那个床位 又是只有床位 人走进去呢 又是住不了身的 又是摆不到电视机 又摆不到其他那些东西 就是一走进去就想坐 是啦 一走进去就要上床 跟着其他那些私人杂马 是没有地方放的 床底都不够 不够位 放那些私人杂马 所以你说那些人哪住呢 根本上是没有可能 三千二三千五 条件是好了 有八十几尺 又有 独立厕所 洗手间 但是呢 做一个低收入的人呢 你想负担这些三千多元呢 就很 慢慢紧 很困难的了 最少呢 都要二千八百元 三千四千元左右 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人担心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根本上是住不了这些楼 好像四千多元 假如四千多元 几个人一起住呢 租呢 好像两房一厅 我们担过四千五至五千五 我担了几间 有四千五至五百元 这个是你打算和街坊一起夾来住的 是的 两房一厅 这房子呢 就晒 但是呢 如果好像两个人呢 又负担不起了 三个人呢 又住呢 根本上呢 你是 有点困难的 为什么呢 是这三个人呢 你两间房是分配 不允存的 所以在那个 分租那里呢 你又 有点困难了 就变成 啊 怎样分配呢 要很难 做到很客气的那些 大家满意的那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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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各位